在被捕入狱50年后,现年73岁的托马斯·克里奇在2月28日被执行死刑,这将是爱达河州12年来第一次执行死刑,但是,医疗团队尝试了8次静脉注射均失败,克里奇2月28日实时被推入执行室,但据成交所长称,医疗小组尝试进行8次静脉注射都无法顺利完成,部分状况是因为针头无法进入静脉,也有几次是静脉状况不佳, 后来在手臂、腿部、手背和脚上尝试注射都失败,约一个小时后,承教所长宣布停止执行死刑,1973年,托马斯·克里奇因谋杀70岁的退休老人保罗·施拉德而受审,最终被判无罪获是,1974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接连犯下两起谋杀案,同年11月,他在爱达河州枪杀两名男子后落网,1976年,克里奇因接连杀害四人被判处死刑, 但在1979年,又被改判为无器徒刑,然而1981年,克里奇用装满电池的袜子,殴打育有戴维,戴尔·詹森致死,于1983年,再次被判处死刑,据报道,在詹森死前几个月,克里奇还曾刺伤了另一名囚犯, 只因希望能被转移到他喜欢的牢房,当这不起作用时,他就杀了詹森,检察官说道,克里奇一直并未被执行死刑的部分原因是,1991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期最初的死刑判决违宪,导致量刑程序重启, 此后多年里,克里奇曾多次向州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所有案件文件整整装了34个箱子,此外,据报道,检察官对克里奇的调查一直在持续,据检方的说法,他还涉嫌至少6起其他案件,但目前仍不清楚克里奇在被捕前究竟杀害了多少人。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称,他承认的受害者人数多达40余人,但无法得到核实,克里奇在今年1月第12次被判执行死刑,死刑原计划2月28日执行,但现在由于行刑失败,艾达河州有关部门正在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处置,据报道,克里奇的律师已向地方法院提出暂缓执行死刑的新动议,律师表示,鉴于今天处决尝试严重失败,这证明监狱无法执行人道且核县的处决。 但是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当未接受过专业死刑执行训练的人被指派执行处决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而在美国,死刑处刑不当给犯人造成额外痛苦的案例屡见不鲜,就在上个月,阿拉巴马州采用了未经实验证明的新方法,执行死刑,即用氮气切断大脑公养,这种方法可能会给囚犯造成特殊的痛苦和折磨,被许多法律界人士强烈批评。 此前,据媒体报道,克里奇在过去几十年与所在监狱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今年1月,与克里奇所在的现任和前任监狱雇员都向艾达河州赦免和贾市委员会提交声明,要求撤销其死刑判决,我们的一些成教人员是和克里奇一起长大的。 艾达河州成教部门主任特沃尔特说道,我们的监狱长和他有长期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熟悉和融洽的关系。 1998年,克里奇在狱中与妻子丽安,克里奇通过电话完成了两人的婚礼,而这对夫妻的牵线人是丽安的儿子,他是克里奇所在监狱的一名警卫,在克里奇执行死刑失败后,艾达河州的执行主任李奥·莫拉莱斯说,这是不人道,残忍,创伤和无效的。 在这个过程中,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本来可以为被谋杀的受害者家属提供救济。 尽管克里奇是美国死刑制度中的一个极端案例,但事实上,死刑犯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需要等候数十年已十分普遍,自1976年死刑在美国再次合法化以来,死刑犯在狱中的等待平均时长一直在增加。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近年来稳定在20年左右,据统计,60岁以上的囚犯现在占州一级死刑犯人数的四分之一。 2017年,俄亥俄州官员取消了一名69岁老人的死刑处决,因其身体虚弱,他们在行刑时找不到他的静脉。 最终,这个名叫阿尔瓦·坎贝尔的死刑犯,在2019年第二次处决前死于绝症,此时很多人无法理解,人们的想法很简单朴素, 既然判了死刑,哪用那么麻烦,注射不行,一枪崩了不就得了,人还能被尿憋死。 可现实是,美国州法律很少规定枪决的执行方式,枪决是违法的,而且执行令本身也规定了执行方式,擅自改成其他方式,也是违法的,剩下的,就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扎针,能扎死就行,这样做,显然也是违法的,这就是美国现实的司法制度。 那么,枪决和注射死刑,到底哪种方式会死得更痛苦,死刑犯临死前二十四小时是怎样的,很多人认为,枪决不过一瞬间,穿脑或穿心而亡,痛苦持续短暂,而注射,从药物进入体内,再到催垮人的各项器官,直至心跳停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走向死亡的这个时间段,无疑是痛苦的。 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完全错,但也不完全对,枪决的确结束快,但临上刑场之前,面对枪口,罪犯内心是崩溃的,而且被子弹打中的那一刻,痛苦剧烈,重弹之后,并不会立即死亡。 还会经历一段痛不欲生的死亡过程,当然,有时候注射的痛苦则小得多,如果药量与罪犯的身形相匹配,能实现快速致死,痛楚定然比被子弹穿身来得小,注射痛苦的大于小,除了与身形相关,与注射的是哪个药剂也有关,目前用于注射死亡的药剂总共有三类。 刘喷妥纳,它可以快速使人丧失意识,也是最常见的麻醉剂,巴夫龙,它是一种管制药剂,用于肌肉麻痹,曾有专家说明,这种药物能给人带来极大痛苦,如体内点燃了火箭燃料,整个人像着了火一样。 绿化甲,它将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总的来说,枪决与注射的痛楚到底哪一个更大,是十分难以确定的,但能确定的是,注射相对而言更加人道主义一些, 这是针对执行人员而言的,之所以说注射更为人道,是因为枪决时,拿枪的执行人员必然会有不小的压力,不仅要瞄准射击点,还要经历一次杀人的滋味,而注射则不同的多,一般注射的药剂都为系统匹配好,执行人员只需将药物送进针管中,这个过程的心理压力比枪击小很多,纵使注射对执行人员更友好。 但在具体事件中,枪决却被采纳的更多,这由二者的成本,耗事导致,注射死刑所采用的药物,不得私用、滥用,都需要相应的机构发放,并且有专人进行护送,路上还会产生运输费,保管药品费等费用。 曾有人大致估算过,一个死刑犯注射的费用平均大约为6000元,这一费用使得不少人猜测,只有富人能使用注射,平民只能采用枪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哪一种死法,所有费用一律由国家承担,不需要罪犯及其亲属支付,更不存在贫富之分。 罪犯最终会被采用枪决还是注射,由相关部门确定,也正是由于考虑到注射死刑高昂的费用,所以,枪决的使用率更为频繁,星星前一夜,管教会找犯人进行最后一次谈话,遗书有没有要补充的,明天早晨想见谁,不想见谁,第二天想吃点什么,想穿什么衣服,让家里人送,这些都会尽量征求犯人意见。 一般犯人到了这步田地,都看得比较开了,往往都会放下仇恨和偏见,感谢管教这么长时间的照顾,然后是回班房,把自己的东西规制一下,第二天让自己的家人带回去烧掉。 遗物一般是不能送人的,因为很晦气,接着跟育友道别,把自己没吃完的零食和香烟跟育友分了,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很少有能睡着觉的,有的人抽一夜的烟,脑子里飞速旋转,回忆自己的一生, 生怕遗漏任何一个值得回味的瞬间,这一夜,犯人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比如想喝点酒,理论上是不可以的,但某些地方可以在看守的监视下,喝两杯啤酒,白酒是坚决不行的, 他们一小口一小口地用嘴抿着喝,舍不得一口喝光,他们并非爱喝酒,只是想再多体验一下活着的感觉。 所以,大多人一直到第二天快上路时,才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早晨洗漱完毕,看守会送来事先做好的早餐,一般人根本吃不下,只是象征性的扒了两口,之后,法警过来提人。 执行后,由法医进行验证,确认罪犯是否已经死亡,在场书记员会如实记录执行情况,并拍摄罪犯被执行前后的照片,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罪犯的骨灰将在一定期间内通知家属领走,因民族,宗教等原因不以火化的,家属可以将其尸体领走。